我是周一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你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先跟你预告咯 8点到9点我们要访问的是陈其迈 他是准高雄市长 不过这样说的话 当选高雄市长虽然近在支持 可是候选人都是戒胜恐惧 他一定会说不要这样说了 不要这样说了 对了 好这个陈其迈跟韩国瑜的这一场征战 上一次呢 韩国瑜来到我们节目受访的时候 他说组头已经从陈其迈让30万票 到让8万票给这个韩国瑜的 中间差距已经缩小了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后来这个陈其迈呢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第一时间啊 这个我访问他的 打电话给他有什么感想 他说哎呦 那个主头一定不是高雄人了 后来呢 他们的办公室呢 也发布了一则消息呢 这个这则消息是说 这个 这个所谓的地下赌盘呢 其实并不是合法的呢 也希望后选人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做选举啊 当然台不提倡所谓的这个所谓地下赌盘的方式来影响选情啊 那可是呢地下赌盘影响选情到处都是啊 最近台中啊也是各种不同的谣言 也都是啊 这个啊 到处四起的 好 今天有非常多不同的新闻了 在哈这个啊 八点到九点啊 陈其迈 他是高雄市长的民进党的参选人之外 其实他也是小英的核心成员 我们来看一看啊 蔡英文总统的中央执政哈 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有哪些未来的四个月在选举当中的亮点哈 这个可以爆发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他啊 其实陈其迈上一次来接受访问的时候是初选之前 我记得当时他讲到他代理市长辞职到英国去 这个一方面算新一方面当然也是这个深造啊 这个去游学在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 走在泰晤士河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死了一次 那已经是多少年之前呢 那已经是12年之前 他的人生历经了这么多的艰难啊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呢 在政坛上也有非常多的风风雨雨 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历练 对于未来的高雄市长会是有个什么样不一样的画面 不一样的啊 这个啊 构想跟愿景呢 我们马上这个在八点到九点的时候请教他 同时高雄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等一下上脸书来提供您的问题啊 好的一会儿呢我们有电影票要送给大家哦 这个来跟我们上脸书按赞分享 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致敬纸媒时代震撼真相 是要揭发政府的谎言的一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上演 那各位可以前往啊观赏 我们要在脸书上面呢 抽出五位的幸运听众朋友 一人啊两张一组啊 那有五位哦 您哈要上我们的coco早餐的脸书按赞来分享啊 欢迎欢迎 好这个世俗赛结束之后 很多人他在讨论 克罗安西亚是怎么做到的 克罗安西亚是一个悲伤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历经了非常多艰难呢 但是他们仍然做到了 那法国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法国这个国家呢 他们呢 夺到了冠军呢 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事实上我们看到法国的团队当中 很多人他们的长相肤色都是不一样啊 那这个像其中的Munbabe 他是这个移民的 很多都是移民的第二代啊 这个Munbabe他把他的奖金啊捐出了2616万元的这个是给公益团体啊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拿下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 他们的总奖金啊就有哈11.71亿台币耶 总奖金啊就是他世界足球总会是多赚钱的 他们有3800万的欧元啊美元 然后呢其中30%要分给球员 另外每个人加发30万的欧元 那其中呢这个Munbabe啊 Munbabe啊 他的奖金捐给慈善机构 那这个是在 这支队伍是怎么样做到的 那这个是 这个我们看到 这是平衡日报啊 今天在二版上面他们做了一个综合的报道 第一个就是说移民第二代多文化的资养 那这个他的Munbabe的爸爸呢 就是克迈隆跟奈及利亚混血 母亲呢是阿尔及利亚人 中厂的这个马土伊迪呢 是安哥拉伊 他说多元文化的融合 就是法国让人喜爱的印象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啊 只要大家不要用血统审计去搞意识形态就好了 第二个因素是轻讯上轨道 换血速度快 法国是今年32强中 全队总身价最高的球队 阵中除了是马进前锋 葛列兹曼啊 跟来自西甲豪门的后卫 乌姆弟弟之外呢 这个像这个Fran等球星 还有良好的轻训制度 提供了球员发挥能力的舞台 那像Munbabe就是从法国有计划的轻训制度 培养出来的轻训 轻年训练制度 是替他们提供一个相对迅速成长的基础 那第三就是欧国碑失利 那血耻学教训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 欧洲国家被法国在四强赛打败南产的德国打进冠军战 却在主场球迷面前意外败给了葡萄牙 痛失冠军 在家门口失利让他们大家要洗刷屈辱 这是2016年的问题 那到2018年的时候 终于他们拿到了冠军世界杯 各位看到在凯旋门前面 这是万人这个专动 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时刻 好最后就是铁血总教练花了六年的时间磨合 2012年法国在欧洲国家杯法国止步八强 12年是八强了 那前世界杯的冠军成员 德乡就留下来当总教练的位置 花了六年的时间让法国再次称霸 所以不要怕永远的失败 但是也不能永远的 这个站在自己的胜利上面 沾沾自喜 昨天还有很重要的一则消息 那这则消息就是川普跟普丁见面 那今天大家会看到这则消息的背后 有非常多的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川普跟普丁两个人呢 他们这个步上了记者会的舞台 那如果你现在看CNN的话会是如此 那普丁呢在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他说 他并没有干预这个美国的选举 那至于这个川普曾经说 欧盟跟美国是这个敌人这件事情呢 其实川普昨天又说 其实这是个假新闻 你看全世界各地都是假新闻 好这个高峰会顺利举行了 那到底是谁赢谁输呢 依照这个国际媒体的综合分析 说川普跟普丁举行了两人的第一次高峰会 他们是在芬兰进行的 这个芬兰的第一夫人也都出席的 那是芬兰的这位第一夫人 这个长得非常的可爱 我去过芬兰 这个芬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赫尔辛基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山洞的教堂 这个赫尔辛基北欧国家是非常好玩的 那以后我们再来讲 很多人说 别会愣啊 那我是冬天的时候去的 过年的假期去的 超好玩 芬兰还有那个圣诞老公公的家乡吗 这是后话 那个普丁大部会去找圣诞老公公 好 刚刚那个川普跟普丁他们举行的高峰会 那意味着俄罗斯尽管并吞了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遭指控介入美国2016年的大选 以及涉嫌暗杀在英国的前俄国双面间谍 美国还是得坐下来跟俄罗斯谈判 俄罗斯分析家巴利茨基认为 高峰会顺利举行代表俄罗斯已经赢了 巴利茨基表示 俄国一直希望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 只是不断遭到美方推迟 如今高峰会在连串冲突后举行 代表俄国已经赢了 俄国政治分析家马拉申科指出 这场高峰会是非正式的承认俄罗斯的强权地位 那华府的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帕莫兰兹则认为 川普同意举行这场峰会的目的 是想要被视为视作这些外交政策决定的人 是他片面的做了这些决定 这才是关键的交易者 对川普而言 这样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 华府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 波利亚可娃说 川普想透过峰会提升国内地位 证明当前朝政府搞不定美俄关系的时候 他可以让两国关系走上正轨 波利亚可娃指出 川普想表达的是 俄罗斯对我们而言不是威胁 因为我已经跟普丁建立关系 而且达成共识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 扣特尼认为 川普会不太可能达成重大协议 但是可能在一些较小的问题上取得共识 例如重启俄国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 跟美国旧金山的俄罗斯领事馆 英国日前指控 俄国当局策划 俄国前双面间谍遭下毒案 美国加入英国制裁行列 关闭在俄国的领事馆 俄国采取报复行动等等 那这个芬兰的街头上 其实昨天也是这个警察密布 担心会出事情 那为什么会选芬兰呢 各位知道川普跟他在亚洲的时候 跟金正恩见面是在新加坡 那这个赫尔兴基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芬兰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是中立立场 其实芬兰赫尔兴基过去就是圣彼得堡啊 那这个过了一个海 那芬兰在政治上的中立跟丙临俄罗斯的特性 让芬兰成为双普会的首选地点 那有一位芬兰的前外交官呢 托斯提拉他说 芬兰对举行美俄峰会很有经验 曾经在1975年1988年1990年 冷战时期主持美苏高峰会 毕竟芬兰当时在外交跟国防上保持中立 赢得美苏信任 那冷战结束之后 芬兰加入了欧盟 依旧担任东西方的桥梁 并且在1992跟1997年再度成为 美俄高峰会的东道主 芬兰去年表态称在波罗的海 军事冲突升高之际 美国是重要的伙伴 但是有鉴于俄国是芬兰第五大贸易伙伴 加上两国边界线很长 芬兰也谨慎的跟俄国维持关系 那赫尔辛基紧邻恶国 让美国外交官习惯把这个地方 当成飞往莫斯科的中途休息站 那这个这次普丁前一天要出席世界杯决赛 隔天就从莫斯科飞来 赫尔辛基只要一小时 也是原因之一 这就是双普会的重要因素 好我们等一会儿 再继续讨论我们的重要的政治性 我们先看电影 这部电影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厚 我们有电影票送给你 按赫尔辛加 Go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